这个小男孩倒挂着晴天娃娃求雨 忽然雨水就真的倾盆而下 男孩非常激动 打开房门奔向森林 因为死去的妈妈告诉过他 没预计的第一场雨一定会来看他 担心的父亲在后面穷追不舍 与儿子共同来到森林里的废墟 但这里并没有妈妈 只有一道彩虹 父亲不忍告诉儿子真相 劝说儿子跟自己回家 就在这时奇迹真的出现了 阳光照射出一个女人的身影 男孩定睛一看 真的是已经去世一年的母亲 妈妈的 男孩叫有思 也曾有一个幸福的小家 但一场意外却夺取了母亲的生命 弥留之际 为了不让儿子过于思念自己 母亲给他留下了一本画册 在画部里他告诉儿子 自己只是去了一个叫回忆之心的地方 一年后的梅雨季他就会回来了 男孩信以为真 每天都盼着梅雨季的到来 就这样母亲真的盼回来了 又思紧紧的抱着母亲 一遍遍的喊着妈妈 丈夫阿小则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虽然不知道妻子为什么会复活 但看样子他现在应该是失忆了 他将妻子带回家中 持续记忆的灵险的有些拘谨 看着叫自己妈妈的男孩 有些不知所作 这里的环境让他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有此搞不懂母亲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但为了避免引起骚乱 夫子二人决定 像所有人隐瞒妈妈复活的事 并换上了曾经的衣服 还是不太相信自己曾生活在这里 为了让他拾起失去的记忆 夫子二人给他讲了过去的事 他们翻开一张张照片 都是一家三口幸福的回忆 从与丈夫的相识相知 到儿子的每一次生日 林也渐渐相信了眼前的父子 就是自己的亲人 阿小告诉妻子 其实今天是儿子七岁的生日 但眼前最重要的是先帮他恢复记忆 所以就先不庆祝了 看着儿子期盼的眼神 阿小这才同意给儿子庆生 这个冷静的小家也再次充满了温暖 林带着儿子打算去买一个蛋糕 却一位撞见一只被人遗弃的小狗 善良的又斯很心疼的冲了上去 他直到失去家人的滋味 抱着小狗竟然哭了起来 又斯靠在母亲的怀里 这久违的温暖让他非常珍惜 他们来到蛋糕店 林不知道儿子喜欢什么口味 但作为母亲他又不好意思询问 他选了一个草莓蛋糕 但粗心的店家却写错了名字 晚上回到家 林很自然地坐到饭桌中间的位置 这让丈夫感到非常欣慰 又斯很开心 拽着妈妈唱起了他们曾一起唱过的歌谣 但林却不知道儿子唱的是什么 只好傻傻地站在那里 这让又斯有些失落 他觉得妈妈还是把自己忘了 为了缓解这个尴尬的气氛 林提一共同其生日蛋糕 但打开盒子的那一颗丈夫却愣住了 丈夫一边解释着孩子对草莓过敏 一边将草莓从蛋糕上拿了下来 林在一旁拼命地道歉 他真的不记得这些了 丈夫把蛋糕端了回来 但看到上面斜缩的名字 又斯再也忍不住了 儿子的爆发让林感到深深的自责 又斯则把自己锁在库房里 母亲的种种的表现让他感到很伤心 他对门外的父亲大喊着 妈妈怎么会忘记教自己的歌谣 妈妈又怎么会忘记自己不吃草莓 就连名字他都会写错 这些只能说明这个女人并不是自己的妈妈 她只是长得像霸了 听了儿子的哭喊 林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 回到房间 看着曾经的照片陷入了沉思 又斯冷静下来后 觉得自己说了很多过分的话 父亲本打算带着儿子去找妻子道歉 没想到雨停了下来以后 林再次消失了 点赞关注看下集 以上大雨让这个女人奇迹般复活了 但雨过天晴之后却又突然消失 父子二人赶忙焦急的外出寻找 但哪里都没有她的身影 他们又来到了那个废墟 儿子有些急了不停的大喊着 父子二人非常痛苦 丈夫本以为再次失去了妻子 失魂落魄的往回走 没想到在一个车站发现了妻子 他们疯了一样跑了过去 男孩一把抱住了母亲 绝绝不愿松开自己的手 母亲解释道 她只是想去医院看看 想尽快想起失去的记忆 自己从未打算离开 她让儿子教自己唱那首歌谣 从这一刻开始 林打算重新当她的妈妈 母子二人在车站里幸福地唱着跳着 看到这一幕 阿晓非常欣慰 您还是林 就算失去了记忆 她也没有忘记那深深的母爱 您不知道为什么哭了 他们回到家 阿晓打开妻子生前留给儿子的画册 那上面静赫然写着 没预计结束 林就会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回忆之心 这意味着 妻子很有可能会再次消失 她不敢告诉母子真相 看着那个晴天娃娃 绝绝不能入眠 第二天 林像从前一样操持起了家务 看到这熟悉的一幕 夫子二人非常开心 林很努力的想融入这个小家 为他们做了早餐 幸运的是 即便林忘了自己是谁 但是妈妈的味道依旧没有变 阿晓打算送儿子去上学 林别钱 林本能地抱着儿子跟他说再见 又次来到学校 老师通知大家明天要开家长会 希望大家能写一篇关于家庭的作文 在家长的面前读出来 林在家洗着衣服 发现儿子的书包袋有块无字 怎么也洗不掉 他很贴心的为儿子缝了一个小熊上去 又次回到家看到这个袋子 想说什么但欲言又止 他找到父亲 通知他明天参加自己的家长会 但因为工作的原因 阿晓没有时间 儿子又提议让妈妈去 但却被阿晓拒绝了 又次只好答应了父亲 一二天独自一人去上学 出门前 林无意中发现 儿子并没有用自己新做的那个小熊书包袋 这让他感到有些奇怪 来到学校 别人家的孩子都有家长陪伴 在爸爸妈妈的面前 读着那篇关于家庭的作文 只有又次自己落寞地坐在那里 心里很不适滋味 明明妈妈就在自己的身边 但又不能把他带到大家的面前 另一边 林本想准备晚饭 但打开冰箱才发现已经没有食材了 他想出去再买一些 竟然误打误撞来到了儿子的学校 看到儿子孤独地坐在那里 心里无畏杂沉 阿晓回到家 林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就在这时又C放学回来了 为了帮助妻子重拾记忆 阿晓带着他来到他们曾经就读的学校 他告诉林 他们是同班同学 林很喜欢画画 经常绘画得很入迷 就这样二人在操场上撞到了一起 也是从这一刻开始才互生情愫 回去的路上 林却不小心摔倒 儿子书包里的东西也洒落一地 他这才发现又斯写的那篇作文 这上面赫然写着关于妈妈的种种回忆 关于妈妈回来后自己如何幸福 即便母亲已经忘了自己 但他坚信 总有一天母亲会想起对自己的爱 看到这篇作文林很自责 他又何尝不想找回丢失的记忆 于是他走到儿子的面前 向他诚挚地道歉 他们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看到这一幕 阿晓的心里似乎有些难过 只有他知道 梅雨季只有六周的时间 六周一过 妻子很有可能会在此相失 他们共同回到家 看着熟睡的儿子林满眼的喜欢 就算他把全世界都忘了 但他还是记得对儿子深深的爱 一家三口最后六周的幸福生活 也才刚刚开始 这个小男还不小心打碎了鱼缸 瞬间引起全班同学的注意 为了逃避责任 他竟然说是帮忙换水的佑思干的 这让佑思很委屈 虽然老师没有责怪他 但也认为是他打碎了鱼缸 见没人相信自己 佑思的心情非常低落 另一边 佑思的父亲因为工作上的失误 把客户预定的图书卖给了别人 不论他怎样道歉 对方都没有原谅他的意思 他责令阿乔两天之内给自己再预定一本 否则就要投诉 此时儿子也找了过来 他想向父亲倾诉自己被冤枉的事 但阿乔很担心客户会投诉自己 那样就会扣掉这个月的奖金 交头来的他并没有理会儿子 这让佑思的心情变得更差了 回到家里也闷闷不乐 他一直站在家门口 等着父亲回来 此时的阿乔还在给工货商打电话订书 但都表示没有货了 想到自己会被投诉阿乔越罚着急 只好按照通讯路一个一个的打去电话 就这样一直打到深夜 但依旧没有找到那本书 疲惫的阿乔回到家 儿子已经睡下了 父亲就是这样 为了赚钱养家从来不会向妻子抱怨 有任何委屈都选择自己去考 第二天一早 儿子醒了还是没有看到爸爸 阿乔很早就出去上班了 又此来到学校找到博士 让他承认是他打碎的鱼缸 但博士却拒不承认 又死急了 一把旧将博士推倒在地 李水整整见了他的一生 而这消息的父亲急匆匆地赶来 对方家长已经在这里等很久了 巧合的是 博士的父亲正是阿乔得罪的那位客户 对方有钱有事 阿乔只好拼命地向他道歉 博士的父亲态度严厉 要求阿乔回家好好教育他的孩子 阿乔只能拼命地道歉 但这卑微的模样全被儿子看在一里 回到家 阿乔便开始教育起了幼斯 告诉儿子威胁他人是不对的 打人的行为更是非常恶劣 有什么事为什么不先跟他说呢 幼斯很委屈刚要解释 但阿乔又接到了图书馆的电话 便匆匆赶回去继续上班 因为此时 同学们开始排挤幼斯 下课的时候也不愿意跟他一起玩耍 热闹的操场上只留下一个落寞的身影 回到家 看见儿子总是闷闷不乐 担心的母亲便开始询问 幼斯告诉母亲 同学们不相信他 老师也不相信他 现在就连父亲也不相信他 没做过就是没做过 可为什么就是没人问问自己呢 听见儿子说出的真相 阿乔非常心疼 儿子没错 错的是自己 作为父亲必须为他讨回公道 他当即骑着自行车冲了出去 遇见博士的父亲开始与他对峙 阿乔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但对方还是坚称 自己的儿子品格没有那么败坏 他威胁阿乔 如果他继续污蔑自己的儿子 那么他定会用自己的关系让他丢掉工作 说完柳头便走 听见父亲说的话 儿子非常感动 他告诉父亲 只要父亲相信自己就够了 他想要的也仅仅是父亲的认可 父亲一把暴露了他 虽然自己没出息 在外人的面前总是那么卑微 但在儿子的心里 他一直都是一名英雄 只要有父亲的肩膀 只要父亲肯倾听自己的委屈 那么一切的一切似乎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您看在眼里 虽然自己失忆了 但现在的他似乎也开始明白 为什么会爱上眼前的这个男人了 第二天 博士在全班的面前 承认了是自己打碎的鱼缸 阿乔也遇到了博士的父亲 对方也向他道了歉 那本书他自己也买到了 也不再会去投诉他 所谓父亲 其实就是在孩子的面前 去做对的事 在孩子迷茫的时刻 给予最大的心理支持 能做到这些就已足够了吧 林告诉丈夫 从今天开始 他打算重新爱上他 即便有的时候还是会感到陌生 但既然他能做好一名合格的父亲 那么也一定能做好一位合格的丈夫 新的挑战也终于开始了 这个小男还故意跳进尼坑里 还把衣服弄得很脏 开心的回家等待着母亲骂自己 没想到母亲并没有批评他 还耐心的为他换了衣服 这让男孩很失落 拿起书包就要回到自己的房间 但却不小心打坏了母亲的四叶草 儿子躲到了壁处里 开始回忆起曾经的母亲 那时候的妈妈经常会骂自己 做错事也会批评自己 但现在母亲失忆了 完全记不起他们过去的一点一滴 所以他才会故意弄脏衣服 好让母亲想起过去的自己 傍晚阿小回到家 妻子告诉他 自己白天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信封 在里面发现了这个四叶草 那却被儿子摔坏了 他现在很想知道这个四叶草的由来 阿小告诉妻子 这个四叶草是学生时代他送给自己的 那天自己去参加一场田径比赛 心里想着这个四叶草 果然拿到一个很棒的名次 从那天开始 他们的关系也越来越近 所以这个四叶草 也可以算是他们的定情信物 本外的儿子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心里非常不适滋味 第二天就把那个四叶草拿到了医生那里 希望对方能将其修复好 但没想到的是对方越修越糟 四叶草变成了双叶草 男孩决定自己想想办法 但此时却下起了青盆大雨 已经到了放学的时间 林在家等了很久 儿子也没有回来 随着雨下的越来越大 他不由地开始担心起来 于是第一时间给丈夫打去了电话 此时的天气已经狂风暴躁 青盆大雨已经让又丝的视线模糊不清 他想往家走 但暴涨的河水已经把桥面冲垢 在家的母亲越发担心 便决定顶着大雨外出寻找 他来到一个河边 竟然发现了儿子的书包 正可把他吓坏了 焦急地在河边查看着 终于在桥屯处发现了儿子的身影 母亲没有犹豫 直接冲进了冰冷的河水里 向儿子的方向游去 凭了全力抱住了儿子 艰难地向岸边靠近 这一刻母亲再也忍不住了 看着儿子没事 母亲抱着儿子痛哭了起来 一便便地说着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这时 又是打开了自己紧握的小手 那里面竟然是一只新鲜的四叶草 看到这一幕母亲愣住了 原来儿子冒着危险来到这里 只是为了给自己摘一只四叶草 只是因为他们说了一句 这个四叶草是定情信物 儿子就冒着抱怨来到河边 为他们摘了回来 夫妻二人相识一笑 此时的一家三口是幸福的 儿子回到家 佑斯累得早早就睡下了 阿小子告诉妻子 他希望妻子能变回原来的自己 以前的他虽然有些可怕 经常会因为父子惹是训斥他们 但在佑斯的眼里 那个暴脾气的妈妈才是自己的母亲 林也想努力的找回记忆 找回那个曾经的自己 第二天 阿小打算送儿子上学 林行前 林叫住了幼丝 给了他一个温暖的拥抱 他正在慢慢变回曾经的自己 看着那只四叶草 那些失去的记忆 也在一点点进入他的脑海 深夜男人还在努力工作 他已经好几天没休息了 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 视线也开始模糊不清 突然浑身开始抽出甩倒在地 还好被同事及时发现 当即叫来医生帮忙救治 这才转为为安 原来图书馆因为经营不善要开始裁员 作为合同工的阿小就是其中之一 这让他感到很恐惧 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 便向馆长申请全日制工作 官长同意了他的请求 但这也意味着阿强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 从这天开始 阿强每天都会回来的很晚 因为劳累几乎也没有时间与妻子交流 妻子还不知道原因 只是感到丈夫很奇怪 阿强每天都要努力工作 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 甚至靠在门框上也会睡着 高强度的工作 让阿小的身体有些吃不消了 但为了赚钱养家一直拼命地坚持着 终于在那个夜晚支持不住倒在地上 他在图书馆躺了好久才缓过来 不放心的女同事打算送阿小回家 另一边因为丈夫迟迟未归 妻子安耐不住交集的心情 决心去图书馆寻找丈夫 此时天空正觉下起了雨 好心的女同事赶忙为阿小撑起了雨伞 但这一幕正好被赶来的妻子撞见了 这让她的心里很难受 她虽然失忆了不假 但这段时间的相处 也让她对丈夫产生了感情 从那天开始 妻子每天都闷闷不乐 见了丈夫也不愿理睬 为了不让妻子担心自己 阿小决定好好与妻子谈一谈 这天她请假提前回了家 郑重地告诉妻子 其实自己一直患有严重的癫痫 但只要正常的生活作息就不会发病 因为最近公司正在裁员 为了不丢掉工作 所以才会每天加班到很晚 妻子这才明白 原来自己错怪了丈夫 她没有移情别恋 也没有跟女同事暧昧 为了赚钱养家一度劳累到发病 这让妻子的心里妻子则又感动 看着丈夫坚定的眼神 林突然感到心疼 她告诉丈夫 以后不要什么事都自己扛 在这个家还有她一直在跟她 他们坐在门前聊了好久好久 开始回忆起过去的事 第一次约会 第一次牵手 这些被林淫忘的过去阿小全都告诉了她 这晚的天气有些了 林也被动的打了喷嚏 她本能地将手插在了丈夫的兜里 林已经慢慢开始接受了这个男人 阿小再次握住了妻子的手 这也是林复活失忆后 二人的第一次身体接触 两颗激动的心也越来越近 同时 多日没看到孙子的外婆也赶了过来 她怎么都想不到 死去一年的女儿早就复活了 并且就生活在这个家里 点赞关注看下集 这个男人突发高烧浑身发烫 妻子非常担心 本想打电话把她送去医院 但为了省点医药费 却被丈夫阻止 男人让儿子去包里给自己拿退烧药 但服下以后她并没有什么好转 妻子只好一直守在一旁照顾着 另一边 因为阿小生病直至没来上班 担心的同事万里子便打去电话 但却一直无人接听 她只好决定去阿小的家里看看 但打开门的那一刻 万里子彻底愣住了 林明明一年前就已经 林去世了 当安静参加了葬礼 万里子既是阿小的同事 同时也是林的初中同学 死去的人也能复活吗 万里子显得有些害怕 赶紧匆匆离开了这里 回去的路上 她一遍遍地告诉自己 刚才的那个女人 只是长得像林而已 一定是自己看错了 此话一出 阿小显得有些着急 如果让万里子知道林已经复活了 这势必会引起人们的骚乱 她赶紧给图书馆打去电话 但同事却告诉她万里子并没有回来 这让阿小更加担心了 经过妻子一天的细心照顾 阿小的身体逐渐恢复了过来 深夜她再次给图书馆打去电话 但依旧没有找到万里子 趁林睡着 儿子告诉父亲 白天给她拿药的时候 看到了那本画册 第二天 为了不让妻子发现那本画册 阿小早早起了床 将画册藏到了库房里 之后便早早的去上班了 她很担心万里子知道妻子已经复活的事 但等她来到图书馆 却发现万里子今天也没有来上班 另一边 为了不让梅雨季结束 又是倒挂了一排的晴天娃娃 此时的万里子为了结束心中的疑惑 再次来到了阿小的家 确认林的身份 正好看见送儿子上学的林出来 看到他们亲密的模样 万里子确认 此人就是已经去世一年的林 这让她非常紧张 一直躲在一旁偷偷地看着 但也被外出的林发现了 二人面面相去 已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坎林似乎不太认识自己 万里子在明白 眼前的林好像失忆了 她借口又是匆匆离开了这里 当即便找到了阿小询问此事 阿小也只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阿小拜托万里子 不要将此事说出去 她不想破坏现在的生活 即便林已经忘了自己 但只要她在自己身边 这就足够了 阿小还是来到了岳母的家 打算将林复活的是告诉她的母亲 没想到的是 林的母亲非但不相信 竟然还打了阿小一巴掌 眼前的岳母突然给了女婿一巴掌 她却女婿清醒一点 她的女儿已经死了 不会回来了 为什么还要过来欺骗自己 监月母不信 阿小也无法再解释什么 另一边 林在家里做着家务 突然发现相框从墙上掉了下来 看到上面少了一个螺丝 她打算去仓库里寻找工具修理 无意间竟然发现了 阿小藏在这里的画册 这本画册的笔记全是自己的 她翻到最后一页 那上面静赫然写着 没预计结束自己 也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林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些碎片式的记忆 但无论她怎么想都想不起来 她又找到一本日记 是自己弥留之际写下的 上面记录了生前的点点滴滴 她这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死了很久了 这让林近乎感到崩溃 她好不容易才再次爱上丈夫 好不容易才得到儿子认可 她很舍不得这个家 一个人落寞地坐在房间里发呆 但电视里却开始播报天气预报 下个星期没雨季就要结束了 这让她感到很害怕 匆匆把电视关掉了 她想了好久好久 忽然决定一定要在消失前做点什么 于是林开始给儿子整理衣物 还将每件物品贴上了标签 担心自己消失后父子找不到这些用品 她还开始叫儿子做起家务 叫她如何做饭 仅仅也只是希望 自己消失后儿子能够独立 她还告诉丈夫 自己打算举办一个派对 丈夫感到有些奇怪 她开始怀疑妻子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第二天 林便前往蛋糕店 给儿子预定了一个巧克力蛋糕 她告诉老板 自己打算预定13个蛋糕 一直到儿子20岁的时候 希望店家每年儿子的生日的时候给她送去 这晚 一家三口在这个夏天庆祝起了圣诞节 林做了满满一桌子的菜 欢快地庆祝着这个节日 大家都非常开心 但父子俩根本就不知道 林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跟他们告别 在自己消失以前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他们还照了一张合影 如果时间能够永远定格在这一刻 那该有多好啊 开队结束 阿晓开始收拾各种道具 她来到仓库又翻开那本画册 忽然发现画册有人动过 之后莫名地哭了起来 她明白妻子已经什么都知道了 妻子也赶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心疼不已 这一个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看着熟睡的儿子 林的眼里充满了不舍 阿晓一把抱住了她 一便便地说着不要离开自己 既然有第一次的奇迹 那么就一定会有第二次 林最后的心愿 是让阿晓为自己戴上钻戒 就像六年前结婚那天一样 二人互戴了戒指 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第二天 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在家门口送儿子上学 回到房间 愣愣地站在那里 这时雨停了下来 阳光也透过云层照耀着大地 没预计结束了 吃肉的夏天即将来临 临时真的会消失 还是可以等来奇迹呢 点赞关注看下集 这个小男孩望着晴天娃娃 突然预感到了什么 便向老师请了假 急匆匆地奔向家里 阿晓也感到不对劲 拼了命地向家的方向前进 雨过天晴 没雨季结束了 林再次来到了那个废墟 林告诉我儿子 能与他遇见是自己最幸福的事 他有一天也会长大 也会慢慢变老离开这个世界 那个时候就会前往回忆之心 林会一直在那里等待儿子的到来 这是自己与他最后的约定 此时阿晓也匆匆地赶了过来 他们坐在台阶上 做着最后的道别 匠都见店之后 匠都 assurance 和他们心ussan Cleo 匠 匠似働人 他们在这种还有 ? 我 此时一个大门突然开启 暂发出耀眼的光芒 林还是消失了 离开了这个世界 只留下了那个钻戒 阿乔痛哭不止 静默无言 生活还要继续 从今天起在也没有母亲宋佑斯上去 父子二人互相鼓励互相支持 谁也没有再提及关于母亲的事 就好像她从未回来过 林的母亲也来到了阿乔的家 但是依旧没有见到自己思念许久的女儿 她向阿乔道了歉 母亲明白 阿乔一定是怕自己太伤心 所以才编造了林复活的谎言 阿乔没再解释 只希望岳母能够好好生活 岳母走后 阿乔无意间发现了林曾经写下的日记 但看到内容的那一刻 她彻底愣住了 这本日记是林从19岁起开始记录的 从他们的相识相知一直到相念 上面都有详细的记载 学生时代 林就对阿乔萌生了好感 幸运的是二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但有一则记载阿乔并不知道 原来在他们确定关系的前一天 林曾出了一场车祸 直接入院昏迷不醒 私は既得状態になりました 気が付いた時 私は全ての記憶を失って森にいました 私は自分の日記を見つけました 交通事故にあった19歳の私は 八年後の未来に飛んでいたことを知りました 阿乔恍然大悟 原来林并不是复活 是发生车祸后来到了八年后 跟他们相处六周的 一直都是八年前的林 全ての事情を知った時 私はあなたに二度目の恋をしていました あなたには二度目のことでも 私にとっては初めてのことで 嬉しかった あなたを愛して あなたに愛された六週間は 雨の季節は終わり 私はあの八年後の世界に彼を告げました 另一边 八年前的林在医院突然苏醒 他带着八年後的記憶 決定在此找到阿乔 他要再经历一次 经历一次与阿乔的愛情 经历一次他们婚後幸福的時光 私は何度生まれ変わっても 必ず同じ道路を選びます 私の幸福はあなたと生きること だからあなたに今会いに行きます 林在此遇到了年輕時的阿乔 她的脸上写满了回忆 這段幸福又痛苦的時光 她還要經歷一次又一次 但林永遠都不會後悔 至此全聚中 雖然此劇充满了神秘色彩 但是希望大家明白 有一位科学家計算簿 12月9600万年後 所有事物会重演一遍 也就是说 所爱之人还会遇见 做過的时间也都会重来 我只希望那一刻 大家能够珍惜眼前的彼此 紧紧的抱在一起 说一句 现在本想见你 点赞关注看下部剧